我們就是所以慢慢的各位要習慣看到了然後能夠寫出來 那表示我們這一期課程你應該都有進入狀況 所以慢慢習慣寫出一些簡單的VBA程式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第一個輸出2到33 我要做一個按鈕 所以第一個我可以先在VBA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輸出2到33表格 所以這邊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輸出2到33表格 假設給一個名稱 假設是這樣的一個名稱 輸出2到33表格 反正就是一個名稱 第二個的話當然我要輸出 輸出到哪裡 所以慢慢你要習慣什麼 輸出到哪裡 2到33 for i 所以接下來你要怎麼去敘述會比較簡單 跟各位講一下 for i 因為這個是一個表格 那之前我們用的比較多的是一整藍 單藍 所以像這種會有列我們用i 會有藍的話用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可能會需要學習兩重的迴圈 一個是列的迴圈 一個是藍的迴圈 兩重迴圈 那不過好像因為之前追用的比較 藍用比較少 大概就單藍 所以好像有同學只會用i不會用追 所以不用追 我看好厲害喔 ABCDEFGS 一直往下寫 哇寫好多喔 所以如果你會追的話 其實你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寫一個迴圈就好了 好不然的話我看 有同學教的那個 那個作業裡面就是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這邊順便順便寫啦 OK 那怎麼寫喔 一樣嘛 你就看你的現在的列是哪一藍呢 你就for i i的話是第二藍 for i等於第二藍 等於2到 多少 應該我們是30 應該8 應該到9 有沒有 2到9 因為我要到 2到33 那就32 對不對 所以是8 8個 OK 因為從2開始 那追的話 以後 enter兩下 再來的話 裡面是什麼 for J 所以你 tab鍵一下 tab鍵呢 就是下一層 下一層的話 是內迴圈 for J J的話呢 也是一個變數 那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不一定叫J 不過我的習慣 用I來代替是列 J的話呢 代替是藍 然後呢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如果我說 那個儲存格的話呢 之前就是 I列的什麼藍 那這個時候I列的就是直接追覽就可以了 所以SalesI追 指的就是什麼呢 這個範圍 所以剛剛我們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呢 那他跑的方式一定是一整列先跑 所以會跑這個 輸出這個 輸出第二個 輸出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意思就是SalesI追 一個一個的輸出 那輸出什麼東西呢 等於 兩個方法 你也可以用什麼 之前我們Column跟Raw 那Column指的就是J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J 減掉多少呢 跟這樣 上面這邊是 應該是第 第幾藍呢 第四藍 到第四五六七 四到七 OK 這邊改一下四到七 你可以把J當成剛剛的Column 有沒有 J減掉多少 減掉2 再加上 列 列的話現在變成 本來是Raw 把它改成I I減掉2 乘上4 那你會發現 這個邏輯 跟剛剛那個 有沒有 Column跟Raw的邏輯還蠻像的 這個邏輯 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 OK 只是把I 只是把Column用J來代替 Raw用I來代替 誒 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的意思 那如果說呢 我們寫完之後呢 要輸出到這邊來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按F8 足行跑跑看 給各位看 I現在等於2 它從2開始 J現在等於4 所以輸出到的話 就是2 4 意思就是這個儲存格 D2的位置 輸出什麼呢 輸出那個2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2輸出了 NAS NAS的話呢 會先NAS追 意思是說 下一欄 的意思 下一欄的話呢 那就是5 那就是輸出到 第5欄 一樣第二列 然後輸出 3 第5欄 第6欄 第7欄 那追跑完之後呢 4 5 6 7 7跑完就 跳出去了 所以呢 就NAS I了 所以 I現在又變成3 意思是從第三列開始 然後下 6 7 8 9 然後NAS 再來就是 NAS I 那就是4 應該可以看懂了 在下面這邊跑 OK 所以我如果 IJ的順序 所以通常 I會在外面 追會在裡面 但是有一些特別情況 你如果要 讓他跑的順序 是整欄跑完 再換下一欄的話 那其實可以顛倒 沒問題 什麼時候會這樣做 像我們之前有個年曆有沒有 年曆我就寫一個 自動產生年曆的 那個VBA 不過我在講義沒有放 在那個我們的雲端上 我有放 完整寫好的VBA 因為為什麼 因為年曆是一整個月 跑完再換下一個月 有沒有 你如果這樣跑 好像比較不順 我是這樣跑完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去看一下 年曆的那個VBA部分 雲端上游 好 全部跑完 OK 有沒有 2到33 全部跑完了 OK 試一下 但是後來有同學說 是這樣子 好像有點 太複雜了吧 因為我如果寫成這樣子 不好理解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寫呢 有沒有簡單一點 後來其實同學有個方法 就多一個變數 多個什麼 多個K好了 K從2開始 K等於2 加1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它就輸出一個之後 然後就輸出一個之後 然後就加了1 然後就變3 加了1 所以上面這個 其實你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那有沒有比較快呢 結果一樣嗎 一模一樣 有沒有 那有沒有比較簡單呢 感覺好像有比較簡單一點點 OK 就是 變成說不用寫這麼複雜的邏輯 OK 不過如果你懂得這個邏輯到也無妨 所以程式我講過沒有標準答案 最重要是你要怎麼去讓程式寫得又簡單又快速又好理解 我覺得這才是好的方法 你不要寫一個連自己將來都看不懂自己在寫什麼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最重要這個程式將來你還能夠維護 能夠維護的話前提是你自己要看得懂 不然的話我發現有些工程師很喜歡就在Google上面隨便搜尋 然後就貼上先可以解決問題 啊可以跑了 跑了 然後呢 將來出問題 因為程式不是自己寫的 所以也不知道該怎麼維護 錯了然後怎麼辦 再去Google另外一個 那這樣永無止境的錯誤 不斷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盡量是自己想得出來 也不要維護 那最好是我剛剛講 除了縮牌之外 請你怎麼樣 在這上面可以加個註解 打個註解 會更好 其實最後呢 還是可以給他加個註解 這樣至少1是列的回圈 2是藍的回圈 3是輸出結果到儲存格裡面 至少你一不了藍 不然將來寫什麼自己都忘記了 OK 那第一個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輸出那個2到33的這個表格 那有兩種寫法 自己再加上那個註解名稱 接下來等一下再來看 輸出包含藍名 再來不包含藍名 K等於2 這上面寫一個初始值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要的是3456 我覺得K等於3 對對對 就是從哪個數字開始的意思 OK 很棒 很棒 謝謝 謝謝